昨天的凯道游行和平落幕了 不过警方估计参加人数大约是11万6千人左右 和主办单位林非凡所公布的50万人 当然有非常大的落差 警政署强调 他们的计算方式是依照了国际通用的计算方式 是一公尺的面积三个人来计算 而我们看到过去几个大型活动 包括了红山军 包括了白山军 以及这次的黑山军 都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不过国内统计方法学研究学者认为 从当天骑楼都占满人的情况来看 现场人数应该超过了11万6千人 穿着黑山的反服帽民众 和穿着白山的反反服帽民众 双方人马330当天狭路相逢 隔空激烈校正 事隔一天就连人数也成争论焦点 PTT上黑山军呛白山军 顶多只有5000人 引爆白山军反呛 号称50万人的黑山军 其实只有11万人 今天50万人站上街头 我们又写下了台湾的历史上新的一页 330晚间7点多 学运代表林飞凡台上宣布 抗议人数已达50万人 不过根据警政署统计资料 以1平方公尺容纳3个人计算 从凯盗舞台到警夫门3万人 信义路前段3000人 仍安路段1万1000人 以及中山南路延伸到罗斯福路 和中校东路 加上立法院周边1万5000人 估计下午4点10分 总人数大约11.6万 已经是当天最高峰 也有网友把过去红山军 倒扁号称百万人 还有去年红中秋案 上海道25万人 和这次黑山军50万人照片比一比 质疑警方低估黑山军人数 一般学生来讲大概可以6个人 所以警方的这个数目至少乘2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所谓1平方米并没有包括棋楼 你看昨天那个场面 包括所有的棋楼上都是占满的人 警方如果估12万人 大概就是36万到40万人 PTT有网友以中山南路约40米宽 算出330抗疫周边面积 近15万平方公尺 就算以1平方公尺 3人计算也有近45万人 只是不论人数究竟是10万还是50万 没有标准答案 看得出来社会运动立场和人数 都是各自表述 记者综合报道